《川普總統》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越南新聞主持人張欣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和大家帶來的是 《川集聯大演講針鋒相對》白宮回應 9月22日星期二 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 作為第二個發言的國家元首川普總統 在聯合國大會這個全球舞台上 火力全開炮轟中共 對比第四位發言的中國總書記習近平演講內容 以及川普演講後中方的反應體 可以說川習可謂是隔空針鋒相對 白宮發言人響答記者對美中交鋒的問題時表示 在疫情上中共是最大的惡霸 川普在演講中率先提到中共病毒疫情 他說中共在病毒爆發的最早時期 限制國內旅行 但卻允許航班離開中國 感染全球 聯合國必須要讓中共對其行為承擔責任 川普還批評作為聯合國的下屬組織 世界衛生組織已經被中共控制 習近平在談到疫情時就說 面對疫情充分發揮世界衛生組織關鍵領導作用 推進國際聯防聯控 堅決打贏全球疫情阻擊戰 反對政治化污名化 中共駐聯合國代表將軍就宣稱 川普對中共的指責毫無根據 星期二下午 在白宮發言人麥肯納黎主持的新聞會上 有記者提問說 川習在聯大交鋒 白宮有何反應呢? 麥肯納黎表示 沒什麼讓美國和世界 在對抗疫情努力上受到更大傷害了 他說從一開始 中共就隱瞞有關COVID-19的信息 中共所做的事情是不可原諒的 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 隱瞞了有關COVID傳播的重要信息 有關COVID嚴重性的信息 他表示這種隱瞞是世界範圍內的 麥肯納黎還說 關於COVID沒有比中共更大的惡霸了 這個很明顯 看看在世界衛生組織發生的事 9月21日 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共和黨人 公佈了中共病毒大流行病的起源 以及中共世界衛生組織所扮演角色的最終公告 報告說 毫無疑問的是 中共主動從事了掩蓋行為 目的是在於混淆數據 隱藏相關公共衛生信息 並押制試圖向世界發出警告的醫生和記者 他們蓄意 而且一再忽視國際衛生條例所規定的義務 中共高級領導人 包括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在知道發生大流行病幾週後才公布於眾 世界衛生組織幹事譚德塞 以讚揚中共透明來回應中共的掩蓋行為 川普在演講中不僅直接點名世衛 更警告說 如果聯合國還是一個有效的機構 它應該聚焦世界的實際問題 他強調美國將永遠是人權領域的領導者 川普再次提出美國優先 還對參加聯大會議的各國領導人說 你們只有照顧好本國人民 才能夠找到真正合作的基礎 習近平則在演講中說 任何國家都無權控制全球事務 控制他人命運或保留自身發展優勢 他還強調走多邊主義道路 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 習近平在發言中 始終不敢提人權意志 而人權則是聯合國三大支柱之一 在回答記者關於川普嚴厲批評中國人權問題時 麥肯納黎說 在譴責中共某些侵犯人權行為上 我想說世界是統一的 在中共鎮壓香港 剝奪香港人的自由和權利 對維護以人實施清洗政策 以及在中共進行宗教迫害等問題上 美國、加拿大、歐盟、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 均給嚴厲譴責 各國領導人亦在不同場合 直接向習近平提出上述人權問題 川普在演講中還批評中共行為造成的環境污染 他說 中共每年向海洋中傾倒數百萬噸塑料和垃圾 在其他國家的水域進行過度暴撓 破壞大片山胡椒 其向大氣層排放的有毒控 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要多 中國的碳排放量幾乎是美國的兩倍 而且還在快速上升 相比之下 在我退出那個一邊倒的巴黎氣候協議後 去年美國減少的碳排放量 比協議中的任何國家都要多 習近平則在演講中力挺巴黎協議 說該協議是保護地球家園需要採取的最低限度行動 各國必須賣出堅定性步伐 他還提出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 採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 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麥肯納黎對這個問題回應說 就以氧化碳排放量來說 沒有比中國更大的排放者了 麥西西比大學教授、傑米·維特頓法律 和政府主席 隆納J.李希萊克發表題為 《中共造假宣傳》 辦成碳減排典型文章表示 事實上 中國正在使用最便宜的能源 並積極地追求經濟發展 同時 它卻可以聲稱達到了環保目標 並讓西方的專家指出 中共是承擔環境責任的典範 另一方面 8月 厄瓜多爾一度拒絕260艘船 進入加拉帕哥斯群島國際水域進行佈留 其中大部分是中國漁船 2017年 厄瓜多爾在加拉帕哥斯海洋保護區域 接獲一手裝載300噸野生生物的中國漁船 其中大多數是鯊魚 美國國務卿對此表示 加拉帕哥斯群島只是中共不遵守國際規則 對外霸凌的另一個例子 美國國務院中國政策首席顧問余茂春 受邀參加由加拿大智庫 麥克棠納羅里埃研究所 舉辦一場香港問題和中國政策的論壇時 提到兩個關鍵問題 一個是在香港問題上 中共不被世界所信任 第二個是 余茂春強調 現在的美中關係不是中國和美國的戰爭 是中共對中國人民以及自由世界的戰爭 他也提醒世人不要不以為解放軍的角色 只是單純保護中國人民 因為在中共體制下的解放軍 重心是服務中國共產黨 而不是中國人民 他涉及商業、科技、情報等領域 余茂春對中共的認識入骨三分 可見一斑 川普在聯大15分鐘的發言中 點了中共11次 他還指責中共的經濟高速發展 是以犧牲人類環境為代價的 習近平呼籲聯合國保持公道 不能夠誰拳頭大 誰就能夠左右世界 看來習近平真的怕了 他承認美國是老大哥 要這樣說的話 按照中國的傳統習慣 老大哥就是一家之主 就要說了算,毫無疑問 那就按老大哥立下的規矩行事 否則就會捱打 接著我們再來看看 馮佩奧在威斯康星州的演講 馮佩奧在9月23日 在威斯康星議會發表演講 他首先提到該州參議院議長羅傑羅斯 說的一個故事 也就是中領事館領事和羅斯寫信 要求州議會提決議案 讚揚中共抗疫 羅斯大為震驚 認為這是胡說八道 批中共領事老殘 馮佩奧說 這不是第一次 他提到加州參議院2017年提出的決議案 其中讚揚並支持中共打壓的法輪功團體 但後來所有議員收到中領事館的信件 其中威脅說 這將影響雙方的旅遊、貿易等等 結果議長張之割淺 馮佩奧說 這是不能夠允許的 中共領事館竟然對加州政界產生這麼大的影響力 他說 中共在製造奧威爾式的世界 這不是我們以及世界所需要的 半年多以來 他到處遊說 就是為了讓美國人民及世界認清中共的威脅 以及面臨的風險 馮佩奧說 美國要互為公平的貿易 川普總統用增加關稅的辦法來達到這個目的 美國也注重人權 馮佩奧說 這不是一個議題 是美國創國者提出的天賦人權 我們成立委員會 就是要審查我們的對外政策 什麼是最重要的 這也是為什麼美國成為世界人民想來旅遊、移民的原因 馮佩奧也提到新疆、香港等 中共是如何迫害人權 一群人因為種族、信仰而遭到殘酷的對待 而我們的責任就是將其公諸於世 這是種族大屠殺 中共必須停止這種行為 馮佩奧重申 以前的對華政策完全是錯誤的 以為做做生意可以改變中共 然而完全相反 中共拿著這筆錢反過來滲透西方 試圖改變自由世界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馮佩奧說 從每個美國人做起 認清中共向世界輸出良善的力量 美國領先帶動世界 馮佩奧此行是作為2020年選舉季節的中期訪問 此前 川普總統、彭斯副總統等都來過威斯康星 威斯康星州參議院議長羅傑羅斯 對《密爾旭日報》表示 馮佩奧將在議會內發表以外交政策為重點的演講 重點是中國議題 羅斯說 他與馮佩奧談到一個有關中共領事館事件 馮佩奧提出 到威斯康星州談論中國問題 今年4月 羅斯向當地英文媒體 《威斯康星考察家》披露 2月和3月 病毒疫情在中國爆發 並迅速掩騙全球之際 中共駐芝加哥領事館總領事 向他發出私信 要求他在州議會提出決議案 讚揚中共抗疫 和中共為全球贏得寶貴抗疫時間等等 羅斯說 這個出乎我的意料 一開始以為是個玩笑 由於郵件是從Hotmail帳戶發出的 覺得肯定是惡作劇 羅斯說 我好生氣 因為他們希望我通過參議院的一項決議 稱讚他們 這個只是胡說八道 羅斯回覆說 親愛的吳亭領事 老殘 尊敬的羅傑 此後 羅斯議長起草了一份自己的決議案說 認清中國共產黨在武漢冠狀病毒問題上 蓄意的有目的的誤導了世界 我們堅決與中國人民站在一起 譴責中國共產黨的各種行為 對於議會內容的一些討論 羅斯說 中國是我們的第三大貿易夥伴 對決策者來說 了解該國正在發生的事情非常重要 美國公務院說 蓬佩奧23日將在聯大會議期間 在一場由美國主辦的人權視訊會議中 呼籲聯合國的所有會員國 再次確保 並且致力於履行世界人選宣言的原則 連日來 蓬佩奧在不同場合提倡中國的人權問題 上週日 他在德州普來諾的一個浸信會教堂說 討論宗教議題 他重點談到了發生在新疆 榮爾穆斯林信徒所遭到的虐待 上週三 蓬佩奧和英國外交大臣拉布 在聯合記者會中 一致譴責中共在新疆和香港侵犯人權 英國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說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和我 還談到了我們對新疆和香港的共同關切 那裡的人民、人權都被嚴重侵犯 我們敦促中共履行其國際義務 中共政府必須結束對新疆維吾爾 以少數民族的嚴重侵犯人權行為 9月22日 美國眾議院以壓倒性多數 通過《維吾爾人強迫勞動預防法案》 以限制從中國進口的勞工商品 上週五 蓬佩奧在一篇文章中 以國務院《2019年宗教自由報告》中所提到的 將港軍神父的故事為例講明 共產黨當局繼續關閉教堂、監視和騷擾信徒 並堅持黨系宗教事務的最終權威 他說 梵蒂岡希望通過與中共政權就任命主教達成協議 改善中國天主教徒的狀況 但是中國的天主教徒繼續受到迫害 我們再來關注一下華為被制裁的問題 據美國之音報導 中國科技巨頭華為公司負責人坦誠 在美國全面制裁之下 華為公司遭遇嚴重困難 求生存已成為公司的主線 華為呼籲華盛頓重新考慮其打壓華為 干擾全球供應鏈的政策 華為輪值董事長國平9月23日 在上海參加華為全聯接連會期間 接受媒體訪問時說 美國已經第三次修改了其制裁措施 這些措施的確與我們的生產和運作 帶來的巨大挑戰 在最近的一年多時間來 美國政府對華為公司的制裁經過了三次調整 制裁範圍和力度大幅度提升 去年5月 美國政府將華為公司列入制裁清單 禁止美國企業向華為提供產品和零部件 今年5月 美國政府對制裁措施進行了修改 要求使用美國芯片製造設備的外國廠商 在向華為提供半導體產品之前 必須得到華盛頓的許可 今年8月 美國政府將原來的限制性措施擴展至全球 要求全世界所有使用美國芯片製造技術和設備的企業 都必須停止向華為供貨 這幾乎切斷了華為公司所有的芯片來源 國平在演講中坦誠 華為現在遭遇很大的困難 美國持續的打壓和華為的經營帶來了很大的壓力 他還毫不忍畏地表示 求生存是公司的主線 華盛頓對華為展開全球封殺的主要原因 是華為與中共和中共軍方關係密切 他具有通過其網絡設備和5G網絡 為中共收集大數據 並進行間諜活動的能力 因而對美國和西方構成了嚴重的國家安全威脅 華為對美國的這些說法予以否認 國平說美國的高通公司正在向美國政府申請 向華為繼續供貨的許可 英特爾已經得到許可 可以向華為提供某些產品 中國的中芯國際公司也向美國政府提出許可申請 目前還沒有得到回覆 中芯國際生產芯片所使用的機器是從美國進口的 國平表示 如果高通公司獲得許可 可以避開禁令的話 華為願意使用高通生產的芯片 據路透社報導 國平在華為全連接年會期間表示 華為希望美國政府重新考慮它的政策 如果美國政府和高通發放許可 我們仍然願意購買美國公司的產品 華為手機使用的麒麟芯片 是由台灣芯片製造商台積電製造的 從9月15日起 台積電將依據美國政府的限令 而停止向華為供貨 華為稍早也曾表示 從9月15日開始 它將停止生產華為高端手機使用的麒麟系列中最先進的芯片 分析師們估計 華為存貨的麒麟芯片明年就會用完 消費者擔心華為的手機業務即將結束 而搶購華為手機 經銷商說 華為某些款式的手機的漲價幅度達500元人民幣 華盛頓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顯示出任何放寬對華為限制的跡象 美中關係正在經歷數十年來最糟糕的時刻 美國上個月表示 將會推動靜網行動 防止中共的應用程序和通訊企業 獲取有關美國公民和企業的敏感信息 今天的新聞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點擊小鈴鐺訂閱 我們這個欄目還有其他粵語的內容 歡迎轉發 也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 再見